那么依照这三种传说 那大概就是我们黑板写在这里 那么第一个依据这个十八部论 第二个依据善见律毗伯沙 第三个依据一部冲事 那这个是西元前 VC是西元前 AC是西元后 467到387 569到489 都是加80 那么这个是出生 那么再往前 那么这个 这个路面 那511到430 那后来 后来的这个 我们现在的佛力 就这三种都没有 不一这三种 1950年世界佛教徒有一位 就是开各个代表去参加 那这是世界佛教徒的各地世界的佛教徒去参加 那么大家来讨论到底佛应该 因为我们就是要讨论出大家共同的决意 就是到底佛弹是哪一年 哪一天南传北传也不太一样 那么讨论出佛是生于西元前623 灭于西元前543 再加上80 然后所以 基本上 我们今年大概就是 今年是2023年 再加上西元前543年 他是以佛入灭那一年开始算的 不是佛出生 是佛入灭 那像佛力 佛力是以 穆罕默等迁都那一年开始算 迁都那一年开始算 那不一样 那耶稣的话就是他出生那一年 那又不一样 那佛是入灭那一年做佛当 那回这个西元 这个是从耶稣 但是耶稣出生年其实也是占定的 他也不是真的就是那一年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基本上也不一这三个 但是还有其他的说法 但是我们大概知道 好 就是 这里说到 还有另外一种传说 他这里先说到 这个 160年 过去也有翻译出来 但是大家认为160年 可能就是116年 就是写错了 160变成116 那么不受重视 其实是古说之一 那么 他也说 百16年 以160年 可能本为一说 因物而分为两说 那这个经典里面也常有 像百八法门 它变成八百法门 那部分学者 以赤同蝶部为可信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善见利品博杀 还有以众圣典记为证 这个也是不合理 我们来看他说 每年自治 宋戒后 在戒经上加一点 年年如此 有几点 就是佛面几年 说的似乎信而有趣 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佛教 就知道 佛陀时代 佛陀时代根本就没有输 那么第二次戒级以前 都还没有输 都是用背的 第一次戒级完 其实 大家也没有输 都是用背的 就是在第二次戒级之前 那么基本上 哪来的书可以点 要点在哪里 所以他这里 他说其实印度早期 并没有书写的戒本 那么他说到西远五世纪 已经是很久了 西远五世纪已经是很久了 就是法险的那个时代 法险是六百多年的 五世纪就是五百年到六百年 就法险的那个时代 法险玄战那个时代 首解的戒本都还不多 那么何况更早 那不开可能有 自治送戒 就是自己看 就是受自己的错误 然后要清静 到哪里去下这一点 所以很多人他不了解 就以为我们现在这个书 那印度也是这样 古代也是这样 没有 那印度是到很久以后 才有文字 就是文字的书写 所以是这个后期才有 那早期为什么不能写呢 这个其实跟这个废头经的传统 是也有关系 因为印度人不习惯用写的 第一个人会觉得 用写的亵渎这个经典 第二个是写出来 可能会流到不应该有的人 那里 因为他们有四种阶级 那索头楼是不会看到这个东西的 他们有解释以及宣读这个经的权力 跟义务 那索头楼人是不能得解脱的 但是所以废头经很防留到他们那里 还有一个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说这个废头经之后 有一个改革是奥伊书 那奥伊书也很重视 不要不可以留到 甚至彼此是婆罗门 他都不一定知道有奥伊书 所以他那个是秘密传说的 秘密传说的 并不是所有的婆罗门都知道 那么这个更不能用写的 他们没有这个传统 没有用写的这个传统 那后来佛法应该也是 就因为他们都习惯用背的 所以后来佛法也是都是用背的 包括大家这个结局经典 都是把你们所知道的背出来 然后整理一下大家在背 第几经到第几经是什么 第几经到第几经是什么 所以后面要有个记 方便记诵的 叫做射诵 就是可以用一个记诵 然后尤其是讲他的意义 尤其是讲他的字 然后后面把它背起来 那这个是印度原来的传统 到书写已经是很久了 很久之后才有了 所以这个众圣典记根本就不可信 这个众圣典记是所谓的历代三宝记 就是出自历代三宝记的传说 那么历代三宝记如果照这个的话 如果照这个的话 大概在西元前486年 好 所以他说 这个 这里提出三说 不能详维考论 但我觉得阿易王登位于佛灭160年 也许更接近于事实 这个是导师在印度佛教思想史里面说的 那不过后来导师在佛教史地考论里面说到 他说到是这样 佛教史地考论里面 后来佛教史地考论 导师另外有针对这个主题来写 佛教史地考论 佛教史地考论 那么他说这个是大概 里面有一个佛灭纪元抉择坛 佛到底是灭于哪一年 佛灭纪元抉择 就是那么多传说里面 我们到底要依哪一个传说比较可信 大概这样 那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 他是认为一部金式 一部金式的佛灭160年 他认为这个接近于事实 可能比较可信 那这个是西元511到西元 西元前510年到西元前431年 但是佛教史地考论里面 那他就说到是西元前470年 470年到西元前390年 以这个为主 那这个后来佛教徒有一位更早了 600多年 更早 到西元前543年 大概这个是最早的 西元前600多年 西元前7世纪 那我们一般就习惯讲 佛大概就是出生路面 以西元前500年 我们就习惯讲西元前500年 因为不早的道理是 这里最早的也是569年 那这里已经到623年 就多了60年 那这个导师在佛教史地考论的 西元前470年到西元前390年 就是还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不过导师在佛教史跟实际考论里面 大概就是实际考论更精细的研究 他比较更精细的研究 那这个稍微我们大概知道一下 那我们就先转到这里 那士尊是释迦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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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迦族是他的种族 不是他的姓 他并不是释迦族 那后来我们都被讲 释迦是什么是什么 那是以他的种族而言 释迦摩尼族他是姓群寒 如果要跟着释迦摩尼族的姓 那是姓群寒 那他的名字是西达多 他的种族是释迦族 就好像比南人 然后三帝人 然后汉族 然后鬼族 真的是种族名字 那因为我们习惯说释迦摩尼 他信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 释迦摩尼是释迦族的邪人 的意思 释迦摩尼所在地 在金尼伯尔南境的某某庭和东 那么圣经法师说 可能是秘魄罗魂 比较很幸 大概就在那个地方 因为他阿利王在 在这个 石柱在佛土出生 路面的地方 会有见阿利王石柱 阿利王石柱有被发现 所以这个 那个地方古代叫做加比罗魏魏 加比罗魏魏 他是归乔萨罗魏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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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是並沒有一個說 也是像真正的國王的這樣 他們是宗族互相同體的 就是包括 但是以他 因為他是大哥 金豹王 白豹王 武漢王 甘武漢王 師兄弟 共同 共同勢力 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他們基本上有 我們場面的這種節目就是開會 遇到什麼事就開會 有點像我們的議會這樣 就大家來開會 然後決定事情 畢士尼也是這樣 畢士尼也沒有國王 我們這個 這個知道這個摩扎國有國王 喬薩羅國有國王 但是畢士尼也沒有國王 他們也是開會 就是類似像民主國這樣 他們就是遇到事情 然後各個部門或各個地方 派出一個來開會 基本上是這樣的 畢士尼是首都 他叫做八七 八七國有國王 他基本上也是像民主國家這樣 其他的像 其他的多有國王 最有名的基本上就是摩扎國 喬薩羅國 那這裡 焦比羅國其實也是這樣 跟畢士尼其實是一樣的 畢士尼的斜對面 那這邊基本上就是摩扎國王 然後再往後才是社會者 然後在旁邊 往後下面一點的就是加國會 大概也是例如就大概這樣 大家可以看印度地圖 大概也差不多是這樣 那這裡說到這個 釋迦族的住的地方沿著雪山 雪山其實就是喜馬來的上面 那麼向東 他因為林伯爾就是靠近喜馬來的上面 那向東南墨山居立主 居立主是世主通婚的 世主通婚 婚嫁人 那包括這個 這個摩扎夫人 那跟這個 耶穌扎國 基本上就是那個地方來的 那麼到居士尼市村的涅槃村 這裡是墨羅族 那叫做墨羅國 居士尼市墨羅國的城市 那 這個是 又叫做墨羅族 那八七國基本上是宜居族 那就是所謂這樣 向南到壁舍林 這一代是八七族 那八七的意思是金剛 那 壁舍林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佛最常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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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守衛城 大概二十幾年 四十五年 裡面一半的時間都在守衛城 然後其他的最早的 是在黃舍城 大概有好幾年 然後之後就是守衛城 對 之後就是佛審人 那其他在這三個地方加起來 已經是三分之二以上了 45年大概應該有四十年了 大概將近四十年都在這三個地方 其他的地方就合行進行走 但是這三個地方也是主要的地方 因為兩大谷就包含很多 那中間是立城的 大概這樣 那其他的就是小谷 所以他這裡是 房企組有八個支組 八個派 領導同會組有離居 蘇摩 離居組是比較多的 所以有離居長者 離居組是非常多 阿安津裡面 你常常看到離居組 那包括那個 找我辯論的 薩珍一見子 其他就有很非常多的 薩珍一見子 在阿安津裡面 我給你相信 你放在最後一集的 他也是 他也是就是 就是離居組那一代 然後到找我辯論以前 然後帶了五百個離居組的簽名 去看他整個修理佛陀 結果被佛陀 就是殿蘇佛陀 這也是蠻有名的 薩珍一見子 他就是這一代的人 所以他這裡 他說這些東方民族 都以釋迦族相見 佛的康帝阿浪被稱為匹提河模擬 匹提河族的賢人 匹提河模擬 釋迦族的賢人 釋迦族的賢人 世衆被佛陀門稱為 也就是匹提河族的賢人 其實他並不是匹提河的人 他就是家庭的賢人 那這個 這個 波伊納 霍作霍虎 是佛塑 純土 最后共有的地方 這個是靠近 靠近莫隆虎 那 七百戒戒 匹蛇有一個重要的地方 就是七百戒戒在匹蛇 五百戒戒在王蛇城 那蛇外城那麼重要 為什麼不戒戒 五百戒戒在王蛇城 這就是因為達賢社的靈異 因為達賢社是王蛇城的舊 他的勢力幫我們分岸幹 那麼阿哲斯王那個時候也信了佛 這個是佛陸滅之後 就是提伯達都 提伯達都 末第一之後 末第一之前 這個 害佛還不成 阿哲斯王就開始信佛 不信佛陀 後來佛陸滅 這個 阿哲斯王已經是信佛 所以 每一個人可以參加的就跳到是500個 大概這樣 會在王者城階級是因為大家城 比瑟瑜後來是因為東方瓶跟西方瓶球 跟接力的看法不一樣 所以後來在比瑟瑜 那是在馬爾加比瑟瓶槍有七番階級 第二次階級 這個是我們也稍微知道 不過後面還會說 我們先大概這樣 講這裡 那受全頭最後功能 就是之後就不再受功能 有分子 七百階級 柏瑜那比丘就這樣說 世尊出生在柏瑜那裏 善哉大惡 當住柏瑜那比丘 那就是人只要有人 他都會認為你是哪裡 包括你說聖道老人是哪裡 這個耶穌是哪裡 類像誰 你只要聰明 你在那裏出生 他們就說你是他們的人 你在那裏讀書 他們就說你是那裏的人 你在那裏路面 你說你是那裏的人 而且就是這樣 你只要有人 那你只要沒有不好的名聲 你不是我們的人 但是 通常都這樣 所以他會說 世尊出生在柏瑜那裏 所以要出柏瑜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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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啟一丘 對四祖是認得同一組系 他認得他是同一組 在佛教的傳說中 他說 使用患者是所謂建議 四祖是從東方沿雪三格向西方牽入的民主 以拔棋主 總是大同主 所以講他很輕鬆 有六祖 四種居立明明拔棋末 有蘇文奉佛的傳說 這六祖都奉佛 有蘇文奉佛 佛統拜佛 這樣的傳說 世尊的年代 盆河南岸 以王守成為首都的摩羯佛國 興盛盡苦 而在西境最尖端的士主與守衛城 為首都的喬薩羅國平革 那其實喬薩羅國跟兩大城 王守成跟守衛城 喬薩羅國跟摩羯佛 喬薩羅國的國王是波斯利 波斯利有一個妹妹嫁給摩羯佛國的國王 這個平國說 所以他們兩國也是有殷親的關係 所以阿澤斯瓦要教或是農教卓卓卓 也是像這樣 那麼 他這兩個國是最主要的 事實上當時的施加主 喬薩羅國已經成為喬薩羅國的附庸 其實他是依靠的 喬薩羅國是宗主國 所以是貪管的 是貪管的一個小的 有一點像現在澳洲的宗主國是英國 他是非英國女王館 會是像這樣 那當時 喬薩羅國 當時的喬薩羅國 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那所以波斯利王有一天 坐到喬薩羅國 他要喬薩羅國派一個 派一個公主 去給他做王后 那大家都不願意 那斯加主的人非常驕傲 不願意派斯加主的人 去給這個 這個 給波斯利王做王后 所以他才帶一個幽人 假裝釋薩羅國 所以摩羅蘭家有一個幽人 這都默讀 那當然有兩種傳說 那麼主要就是 這個 主要就是 一個是 一個傳說是 這個 波斯利王 那麼去到佳谷為我看 因為這個是他管理 那麼看到 在一個公園裡面 在一個花園裡面休息 就摩羅蘭家的花園休息 然後看到摩羅蘭家的 貝女就默讀 很漂亮 所以要去他 另外一個就是 他到佳谷為我之後 那麼在我家裡有一個 我派一個公主給他做王后 那麼他們不願意 就大家上堂 你誰都不願意去 嫁給那個外帆 有一點像西藏 那麼你如果不派一個公主來給我做 做這個王后 我就會跟你打仗 所以湯長 我為了14年 就派民進購出去 民進購出去 民進購出去 那也是 也是這樣 那中國歷代有很多 就是和親的 就是你跟我結親 我就 就是你就是我的 情人啊 就是你是跟我們 一親關心的 我們就會打仗 如果沒有我就打仗 所以中國歷代和親的 非常多人 一直到送場都有 一直到送場都有 甚至有拍到馬來西亞和親的都有 所以這個 但是 根據記載 和親大部分是假的 就是這個公主 大部分是假的 不是真的 那文成公主當然是真的公主 但是大部分是假的 那這個 波斯尼王要和親的對象 莫利夫人也不是真的是世家主義 不是 那也因為這樣 那莫利夫人他是悲哀女 所以 他做完墨之後 剩下的是 皮尤里 那斯嘉主的人 嫌棄他的學童不成見 那因為他生下皮尤里之後 就把皮尤里送到 斯嘉主跟著這些王子去讀書 結果這些王子都嫌棄他 都嫌棄他 那後來 這個 這個 甚至 釋迦牟尼佛要回來 釋迦牟尼佛要回鄉省清的時候 那麼 這個金冠華為他蓋了一個農園 就是農宿園 就是金聖的獎堂 那獎堂裡面有很多東西 那個桌子跟籠子 那個是不可以隨便補坐的 結果皮尤里 小孩子去了打掃巷 這樣沿接釋迦牟尼 就坐上去了 結果大家看到 都罵他 就是他是見種的 那 那 這個皮尤里受到羞辱之後 從此 他心裡面就跟大吉祖 就給我錢 以後我做國王的時候 一定要捏斯嘉主 報這個情報 後來才有屠殺斯嘉主的這件事 那 就是從這個地方 就是墨利夫人 是貝尼 然後 因為 要嫁給這個 要 他們 撥斯陸網 要一個人派 派一個公主 嫁給他 從這裡開始 然後 斯嘉主的人派好嗎 不自以為是 也絕對有群政 所以 都看不去外面 他們 因為他們的堅持觀念很嚴重 你是那個 見種的人 你摸到的東西 就要燒掉了 現在 那個不乾淨的氣 印度人到現在 其實還有這種觀念 好 那 這個是 我們說 大概 斯嘉主 他講 他說 跟 喬撒羅果的比賽 其實是 在旁邊的人 如果 我應該應該有個地圖 大家應該可以 那個地圖就會比較清楚 但是沒有 我們就大概看一下就可以了 事實上 當央史的斯嘉主 其實是 喬撒羅的附佑 喬撒羅代表 阿里阿里阿倫 阿里阿倫 阿里阿倫 就是阿里阿倫 斯嘉主到底是哪一個血統的人 其實也 也有很多不同的說法 有時候是 人古人 或者是阿里阿倫 阿里阿倫基本上就是 有一點像 希特勒爾的種族 得益之種族 也是阿里阿倫 而摩羯是六師流行 摩羯都果六師外道流行 代表抗拒西方宗教的中心 東方西方 斯嘉主是東方人 卻是接近西方人 這是有助於理解 世尊的立場 國路兩邊的思想特性 這個時候先 大概講一下 釋迦牟尼佛他的祝聖 以及他的背景 他那一些環境 那麼 世尊 性取檔 一端都寫世界的世 世尊 那你可以講 世尊 性取檔 取檔的意思是最好的沒有 最好的公民和民民 因為印度人是以牛為神聖的 中國人是以龍為神聖的 非常非常 像有一些原住民是蛇 還不蛇 他們那個地方最 就是有一個代表性的人 那 印度人基本上牛是神聖的 那麼 像 獅子 這個是有規格的 其實是 中國人都是以龍為神的 那 所以 這個 取檔 其實是 最好的目標 名西達多 西達多其實 一切事 都可以究竟的 是 加皮羅衛 建範王的王子 建範王 他們基本上是這樣 是 有四個國王 建範王 白王王 胡王王 甘露王王 都是王 他們四個其實 四兄弟 同領 同事管理這個國家 但是 當然 老大 是 他老大 但是並不是老大為主 其實老大為主 但並不是 老大才是王 所以他四個都是 那四個都有兩個王子 女兒 道士 建範王沒有聽過有女兒 那建範王 有兩個太太 主要是兩個人 其他的還沒聽過 就是 摩顏夫人跟他的妹妹 大愛道 那摩顏夫人生了一個 就死掉了 七點頭就死掉了 就是西達多 那大愛道 也生一個 叫蘭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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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阿蘭 是蘭陀 三十 就是有三十下 那個蘭陀 那所以 建範王家 有 那 釋迦國裡我也生一個 那 叫做 羅羅 所以 建範王底下 就有兩個兒子 一個孫子 但是 後來佛陀 就去出家 所以就沒有了 那麼 蘭陀 佛陀出家 第六年回向神經之後 在 渡這些王子之前 就把蘭陀跟羅歐隆 帶去出家 就是 他第一次回來 他第一次回來 就帶羅歐隆跟蘭陀 去出家 那 也有說 蘭陀是 第二次 第二次佛要回去之後 就是 佛陀回去之後 他才跟阿納 提伯達佬 阿納利 這些人一起去出家 那 基本上 經典的記載是說 佛陀羅 第一次是帶羅歐隆 然後 就 也讓 蘭陀 跟著他出家 跟著他出家 蘭陀是不喜歡 因為蘭陀羅太子 也有名 那麼 孫陀利 非常多名 非常漂亮 那佛陀羅 讓蘭陀出家 是 蘭陀說要賺完佛 佛就是 讓他拿著波 然後自己就走 那蘭陀羅拿著波 要趕快還給佛 就一環有波 就回到金色群 那佛陀就說 我們去家蘭陀出家 所以常常會有蘭陀 除了是 一直在想太太的 佛陀就帶他去看山東的佛陀 然後去看天上的天 也是在故事 那講這個金棒王的兩個兒子 一個孫子 後來就出家了 金棒王這一脈 基本上就沒有了 也因為這樣愛到 要帶著耶穌佛陀去出家 不然沒有啊 這樣也沒人家 那其他的 其他的白帆王 吳王王 甘露王王 也都有出家 那 像阿娜利 阿娜利 阿娜利和摩蘭是首次 但是本來阿娜利又出家 那後來摩蘭 本來摩蘭就出家 後來阿娜利是出家 所以摩蘭就留下了 其實是這樣 那摩蘭就是他的卑鄙莫立夫人 然後派去了 那摩蘭 那後來 所以阿娜利王回來的時候 先去找摩蘭 他叫他 叫他爺爺的外公 然後 所以 中華安靜就進來這件事 就是 摩蘭就跟這個 這個摩蘭王說 他說 他先問他爺爺 你有沒有什麼要求 他說 你都可以帶你某一件事 我潛到水里 等我從水里扶上來的時候 你再開始扶上來 他說好 結果他扶下去就沒有上來 很久很久都沒上來 那他很小心 他把那個頭髮在石頭上去 讓那些人趕快透 那 他有這個故事 那摩蘭是沒有出家的 但是大部分都出家 大部分的王子 基本上都依國出家 包括阿南跟提果達多 那麼 有時候是百萬王的兒子 有時候是港萬王的兒子 有時候是福萬王的兒子 有時候是福萬王的兒子 然後 歷史記載很複雜 但是我們就知道 反正他就是我的堂弟 那麼 很多王子都出家 所以 所以家平衛國的這支基本上 就是沒有出家的王子 有很多 好 那麼現在看 他說 這個 金幻王的王子 母親民 摩爾摩爾 誕生以藍比 藍比里遠 就是摩爾夫人 那麼 生西大陸的時候 是在藍比 藍比里是他們的王家花 就是金幻王子的王家花 那麼 他說現在在 尼泊爾 那麼 誕生金煙之後 摩爾夫人就去世了 那他為什麼要回家 因為這是他們的習俗 生第一個男孩子的時候 要回娘家生產 這個是家平國為國的習俗 那 那這件事情 記載的也很複雜 那 布斯尼王有沒有派人去 布斯尼王有沒有跟著去 就知道 一般來說是沒有 所以 世尊是由姨母 那個七天後就往生了 那 這個 由他的姨母 有時候是姐姐 有時候是妹妹 但是我們就講妹妹 習慣說妹妹 就魔後撥射撥尖 發現又大愛道 那麼福養長大的 所以這個大愛道要出家的時候 他就說 釋迦摩尼王不允許 然後後來 後來三次都不允許 那 他回去就在門店舖 在金色的門外舖 那我回來看到 哎呀 這個 說 問大愛道說 你怎麼這麼僑罪 在這邊 發生什麼事情 他就說 我要出家佛陀 讓我出家 那 那 就說 哎呀 你在這邊等一下 那 基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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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陀叫 大愛道叫阿里 那很多就在這邊叫阿里 他說 你在這邊等一下 我去跟佛陀說說阿里 那 阿難第一個就先跟 跟大愛道一樣 如果佛陀出家 那 那 能不能解剖 那 那 後來 但是 他已經知道了 因為大愛道之前才來講 他說阿難 但是你不要 都認為 這個佛陀就可以在佛的身材裡面出家 那 這個 阿難就直接跟他說 說 世尊來 大愛道對你 有五五之恩 就是 他是那樣大的 他是 他都來講大的 養大的 他對你有恩 你用念的 就叫阿難 佛陀就跟他講 阿難 我知道大愛道對我有恩 我對大愛道也有恩 但是我讓大愛道可以學習佛法 可以修正佛法 後來他必定 不管他有沒有出家 他必定也要因佛法的結構 我讓他有出家 我讓他有出生死的這個恩 我讓他的恩情更大 不要 我沒有帶 我已經報恩了 我已經報恩了 這個大愛道 阿難就拿這個 大愛道從小就 武運 西達龍 然後長大 所以這件事來說 很好的 所以他是由他的這個 姻母養大 那他的媽媽 魔眼婦人就生道道一天了 那這件事後來就 也有記載 那生道道一天 後來佛 佛也生道一天為武經說婚 但不是我們看到的地藏經 不是 說的會是地藏經那樣 地藏經是後來的 你講我以後才 才開始跟武經說婚 那 那佛上道一天 佛上道一天為武經說什麼 這個記載在阿蘭經裡面是 佛上道一天為武說法禁 佛說 佛為魔眼婦人說法禁 關鍵有多 阿蘭經裡面記載 有十幾種 十幾種 地藏的故事 像地藏經那樣講的故事 說什麼呢 主要是說 就是佛上道一天 到底是跟武經說什麼 主要是上去跟魔眼婦人講 你不要以天上的武慾為滿足 因為天上的武慾是一時 它仍然是六道人為的 你應該要 你就是要修行 要觀無常 世間如穩 地藏經就特別坐在地獄的這部分 就霸佳王宿這樣 這個 你應該要以天上的相德 然後叫他觀 一樣叫他觀 跟他講事定 古籍面膽 然後叫他要修正的 其實也是這樣 重點就是要當武慾國 這個在經典裡面 我也會說 那我又很習慣性 唬地藏經 所有地藏經的遺傳 就覺得 都在那邊講 講那麼強的神氣是不是 好 那他說 這個 生在王家 從小就被稱許了 若當初家成一切種子 若在家成成轉王 好 那這個是佛誦裡面記載 就是 釋迦國六我出生之後 靜范王就前那些 被看向的 然後來 其實很多地方都有這個傳統 其實我們家也有 就是說那些台南的都是小地方 不能去的 那麼小孩子一出生 他就會拿去算了 這個小孩子幾歲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們家雙子裡面 都有一張侯子 幾歲就開始再去算 然後從小 但是你的一生都是 叫他在那種侯子上 小時候還看過 我長大不見了 我現在要去看看 他到底是誰 我只記得 我只記得 那個算命的有說過 說我是不是會當官 可是我好像從來沒當過官 那 這個 比較有錢的人 也會 他會請那個算命的人 來跟大家 看 看這個小孩子 以後會怎麼樣 所以 有所謂的阿司頭線 那 有時候有很多 很多人 很多人都說 這個小孩子有三十多項 三十多項是一個帶頭而已 不是真的有三十多項 為什麼 因為三十多項一定有四十多項 四十尺 小孩子出生就可能有四十尺 那 不太理 他是一個帶頭 就代表說這個人 效果狀況 又會成就 那 所以 就請那些 善於戰相 來跟斯嘉倫 來看相 最後 就叫做阿司頭線 這個又接著到 阿司頭線 你看這個小孩子 效果狀態 他說 他說 這個小孩子 我們以後 大部分的先年都說 這個小孩子 如果出家 會成功 如果在家 都做狀行社會 一個做法國 一個做狀行社會 那 阿司頭線年之後 這個小孩子一定會成功 所以 阿司頭線 後來就回去跟他吐氣長 因為阿司頭線的年紀很大 大概就是七八四歲的 那麼 等這個小孩子長大 他已經不在人間裡了 所以他就回去跟他的小兄弟說 你要親我 這二三十年後 因為斯嘉倫 我告訴你什麼時候要親我 我不知道 後來 他是三十五歲 三十五歲 成功 那 但是 這個阿司頭線人 去開箱的時候 他很多五七八十五歲 他自己也知道 活不到 看見 活窮事 但是 斯嘉倫 因為我出生的 他還沒成功 看不到 他成功的那個時候 所以他回去跟他的 這個土地說 你一定要記得 這件事非常重要 這件事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記得 在大概 二三十年之後 就是 不曉得什麼時候 但是你要記得這件事 三十年左右 這個時間 會有遵復我出世 這個時候 你一定要去找他 這個對你非常重要 你一定要去找他 你不要忘記這件事 那後來 發生了些人 有很多種路面 就死了 死了之後 所有的財產 反正就是 就像 計程試驗 這個人脈 這個信徒 這個技術 這個什麼都是為他 所以他的過程留我 他忘記這件事 忘記這件事 一直到佛路面 他都沒有去清晉舌頭 你看多可惜 他的事物再三交代 那如果是我們 三十年 我哪裡記得 他應該常常把他當一個人死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因緣的 好 那我們再來看 小時候他就被稱許 如果出家 會成一屆主 就稱謀了 然後再加 就轉明勝亡 轉明勝亡 就是同管世界的 但是 同管世界 如果我們現在來看 應該是 整個地球的亡 但是應該也 如果在印度 是同管印度的亡 基本 到 從有限的歷史看 那麼地球到現在 沒有一個統一的亡 沒有 這是各地為亡的 那 那 有中國 統一的 有群屬亡 那 有這個西方的 那 有些就是 管理比較大 那麼 如果說統一的亡 那麼 基本上還可以 這未來會不會有呢 應該也會 因為 後來會有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 那麼 立群的亡 也有一個 我們會找一個 好 轉輪王是不以武力的 他是 基本上 基本上 不是以武力 不會民族移植 經濟運 而是為了以十善教化 所以轉輪王是 十善教化的 使世間過著和平 防擁安樂 統一的人王 好 一切總治就是佛 我們解釋 不是一切總治就是總的嗎 那 那 佛是側護人生死下 殘養正法的教化 一個是 史善的教化 一個是 一個是 舉托 以世間略出世間 而使人實現 真平等的大智障 那麼 真正的平等就是 每一個人都可以 發揮他所有的求人 那麼 真正的自在就是 不受生死煩惱夜暴的術 這個才是自在 那麼 我們受到 生死煩惱夜暴的術 我們不可自在 比如說 你生病的 腳受傷的人 你想要做的都走得到 喉嚨痛 你想要喝水都會 都不自在 那麼 這個是夜暴的術 生死的術 那麼 煩惱的術 非常多 真正的大智障就是 不受這一切的術 真正的平等就是 人可以完全 每一個人都可以 真正的 每一個人都可以 完全發揮他所有的求人 我們心有無限的求人 也應該這樣我們才可以成功 那麼 這個是真平等 每一個人都 每一個人都可以 過著他想要的生命 而且都過著他送到的生命 自在平等的生命 那麼 那麼沒有所謂的 天氣啊 男女啊 性格啊 年紀啊 沒有沒有這一些 沒有這一些 可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完全發揮他的錢 在當時 宗教的思想 趨禮 希望 政治上 以強引弱 有歷史來 大部分都是這樣 而進行鑑定 像印度也是這樣 前個十六大 那中國也是這樣 中國 有歷史來 大部分都是 大部分都是災亂很多人 南北朝的時候 唐朝末年代師過 非常多 大部分就是各個地方一個地方 比較強的 並吞比較弱的 所以 魯王是人類心的政治要求 就是印度 印度有人王的思想 跟法王的思想 基本上是這樣 佛是人類心的宗教人王 那因為印度是一個宗教非常濃厚的人家 社群出生於這樣的時代 先講 為什麼會有成佛這件事 就從他出生 要不是跟法王 就是法王 這樣來說 然後 當時 有種種種種 有點像 朱書寺家 就是六萬 主要是 撒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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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撒 他主要是會有四萬塊 我會不會有四萬塊 他會有降降 那四萬塊 那四萬塊 就是四萬塊 有排三張 四分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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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受告到 其他地方還會有降降 基本上 我們說 這裡這幾個地方 就是立命的 可是立命的前進展 其實是 種種分的 他大概 他大概 比較重 用牛 比較重 用牛 比較重 那 王子基本上都受了良好的教育 那 不外乎是 尾根武 就是 讀書 讀書當然是以肺頭筋為主 因為為什麼 那一下瓜哥 是法律大位 就是 騎馬 射箭 那 那個 這個 類似說 相撲啊 這是怎麼樣 武術 這些部分 那 後來 娶了耶穌陀羅 生了一個兒子 叫羅霍羅 那 但是也有說 有三種說法 就是 釋迦摩里 西達哥到底娶了幾個太太 但我們知道的 基本上是耶穌陀羅 兒子確定是羅霍羅 但是 那麼 不同的景點 有記載 佛陀有舉兩個人 有舉三個 大概是這樣 但是 兒子大概知道只有五個 就是 羅霍羅 那耶穌陀羅 那耶穌陀羅 有舉三個 那 那耶穌陀羅 到底是第一個 第二個第三個 也不知道 也有各種說法 不過我們知道的就是耶穌陀羅 主要是 主要是因為 羅霍羅 那 另外 另外 結婚 釋迦羅 到底是幾歲 結婚 有個說十六歲 有個說十九歲 有個說二十歲 那 我們知道釋迦羅 是二十九歲 二十九歲出家 那羅羅到底是什麼時候生來 如果二十九歲出家 出家之前羅羅已經生下來 像我們戒定真相的傳說 是 釋迦羅 出家之後 第六年成果的時候 羅羅才生下來 所以大家就懷疑 懷了六年才生下來 所以大家就懷疑 那耶穌陀羅 那個是脫生的 所以要把他都到我們裡面 那這個其實是傳說 這個也是事實 這是事實 那 但是他傳說是這樣 耶穌陀羅就發言 如果說這個是真的事實 叫懷疑狂的種 火就燒不死亡 所以後來就沒有死 所以我們見證這樣 耶穌給亂笑在上 講的就是這件事 但是事實應該是這樣 我們講一下事實 就是 這個 跟羅羅 跟耶穌羅羅結婚 幾歲結婚 不知道 但是有時候十六歲 十九歲 二十歲很好 那就算二十歲 他二十九歲出家 羅羅應該剛出生五歲很久 不會很久 大概可能 如果是 那 這個 這個 剛出生一久 因為 或是二十九歲出家 那羅羅其實那個時候 剛出生一久 那頂多就是幾歲而已 那他要 他要出成人之前 他就看了羅羅 然後他還出來 所以 他 不是 羅羅不是佛 佛 佛走的時候才出生 是佛走之前 羅羅就已經出生 這 我們要知道 所以他說 過著皇家的尊榮 優略富裕的享受 那 據說金鳳王 因為從小就 他十九歲年 你給大家看一下 他說他還是從而出家 所以金鳳王 心裡面就很怕他出家 非常怕他出家 那 所以 就從小 把他 換這裡 給他蓋三十的宮殿 就下廢的每天 就是不同的宮殿 讓他遊玩 那 而且把宮裡面 皇宮裡面 只要是 比較老的 有病的 殘缺的 然後不好看的 全部 都不能留在宮殿裡面 據說啦 都是從所有 那所以 從小就給他看美好文明 那給他吃好的 用好的穿好 讓他不會想出家 因為他已經被受盡 預計 說 以後會出家 那看不看他出家 你看他出家 他廣位啊 怎麼樣 雖然他還有一個兒子 叫做爛毒 但是這個是他 他這個摩顏夫人的 唯一的兒子 所以 但是 世尊雖然小時候過得非常好 但 世尊卻起了不滿現實的秘念 那底下也是傳說的 那 就是 這個傳說是依佛所形狀 那我們說佛所形狀是一律點 就是 也是把 釋迦牟尼佛 從 從這個 出生 到他 到他 到他這個 度 度這個 釋迦種為主 對 佛所形狀是 馬尼學 很長的 最長的一部 一部 一部傳 一部那個傳集 佛頭的傳集 那 他這個是依佛所形狀 因為傳說很多的很多種 好 那因為時間到了 我們先大概講到這裡 底下就是 釋迦牟尼佛 怎麼樣 他為什麼會想出家 講這件事 然後出家之後 就是 他那個時候為什麼會想出家 然後 後來講到所謂的普及性 就是 他出家 不只是要解決自己的問題 他要解決一切眾生的問題 那他的這種持肥心道理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就是從這裡開始 他為什麼想出家 因為他看見 什麼剩下 什麼剩下 要看到武場的剩下 然後看到生老弟子的剩下 然後又看到出家人 就從這裡開始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來核掌一下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